近日 北京冬奥会花样华冰双人华冠军隋文静 韩聪在北京举办粉丝见面活动 庆祝两人搭档15周年 也讲述了两人不为人知的艰难时刻和美好回忆 我就是觉得北京冬奥会下来就还是一个起点 然后我是从零开始 我还是不断地去像之前一样学习新的东西 我觉得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 心态确实也都有所改变 获得过这种成功经验的体会的时候 像自己已经在升华不停地去在蜕变的一个过程 年转四周动作的高质量完成 是隋文静 韩聪北京冬奥会夺冠的关键 隋文静表示 年转四周虽然又难又危险 但她对韩聪有着能够交付生命的信任 对于年四来说就是又爱又恨吧 就是因为确实三米多直接摘到冰上野 有的时候确实还是挺考验下一次你再做的那种心态的 当然觉得我跟韩聪哥两个 我就是可以把命救到她手中的那种信任 为了更好完成年转四周动作 隋文静临近冬奥的三个月一直控制体重 控膛 在冬奥赛前和赛后都因为低血糖晕倒 在后期为了做这个碾四 有更高的质量 更高的加分 其实我后来三个月就是急剧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 要控膛 然后又要加训练量 然后又有奥运会来的压力 有一度让我喘不来气的 我经常八门一关在屋里就开始哭 在奥运会赛场上场之前 我也是因为低血糖啊 然后生理期啊 一些状态特别不好的状态下就晕倒 包括在结束以后 两人搭档多年 被问及最满意和最遗憾的事实 韩聪表示 过去所有遗憾在这一刻都已成为美好的一部分 我收获了很多很多很美好的记忆 朋友 舞伴 教练 还有身边所有人 你要说我最遗憾的就是说 曾经可能所有的遗憾在这一刻的时候 已经都是美好的回忆了 它都不是遗憾了 它都是美好的一部分了 隋文静说 自己的遗憾是陪家人时间太少 我之前说那十个新年 至少十个新年 我们没有陪家人 这个是我比较遗憾的地方 也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跟家人待在一起 对于未来 隋文静表示 自己要继续做一个斜杠青年 不断去学习尝试新事物 并且两人也在商讨下一步的训练计划 我从来不觉得我一辈子 人一生只可以做一件事情 这是我的人生词条 我也希望从很多年以前 我就希望我能做一个斜杠青年 那其实我也是不断在尝试 不断在学习 我们已经在商讨下一步的训练计划 包括编排的一些细节 还是要根据这种身体的康复情况 再回到赛场 那就目前来说 我可能是要继续不断地去学习 充实自己 我觉得只有不断地更新 才能作为更好的自己 在赛场上 在人生的赛场上 和花样滑边的赛场上 继续拼搏